我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這一家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做的民意調查 韓國瑜從來沒有贏過 市長 台灣民意基金會有一份民調 你是第三名 郭董是第一名 那就有招差分析說 郭董的這個支持者都是中產階級 您是中下階層 我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這一家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做的民意調查 韓國瑜從來沒有贏過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民進黨最害怕就是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這還要再說嗎 所以只要親綠的民調機構 韓國瑜的民調永遠落後 可是只要客觀中立的民調 我想 我是有信心的 好吧 所以這一家的民調我不予評論 代表我尊敬他 也尊敬游宜龍教授 但是民調 不是文宣 千萬不要把台灣人民內心 對政治的看法把它當成文宣再打 在選高雄市長之前 我已經吃盡了這種苦頭了 最後開票的結果 跟民調完全180度不一樣 所以永遠龍教授有一定的學術的威望 希望在民調的時候 應該要考量客觀公正 還有台灣人民的感受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